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胡百敬 今天为各位介绍如何使用Visual Studio Ultimate 2012 以及它的Intellichress功能 如何来对单内应用程式进行准处 当然我们这个是Virai已经提供在线上 让各位你可以直接下载 然后可以直接做练习的Visual 2012 ALM的整个HandsOnLab 当然这个在Virai的网站上面 你可以直接去下载这一个虚拟环境 我们把中间的各项Lab 它其实提供了非常多Lab 我们把这些Lab翻译成中文 所以你在看到这一个video的位置 你应该也可以直接可以下载到 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这些script step by step这些步骤 以及我们会在这一个video里面 大概介绍这一场的 它所使用的一些技术 以及做Lab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首先我们最常介绍什么是Intellichress 事实上是它为单内的应用程式 也就是你今天用VB单内C Sharp 所写的这些run在单内Runtime的程式上面 那换句话说也就是你没有去使用 NativeC 写加价这种 或者是Script的这些其他 不是单内Runtime上面 所解释执行的这些程式 那就不是我们Intellichress 可以帮你收集 整个在程式执行中 各式各样的事件 透过这事件的一个重播 让你能够找到这些程式所发生问题的地方 OK 所以在我们这边一开始来使用Intellichress 然后我们来去找 在这个Lab里面 预先帮各位准备好的程式上面 所藏的一些bug 所以首先呢 因为它已经帮各位 已经准备好这个环境 所以各位一开始 你要先连到这一个Team Foundation上面 Source Control 那已经所准备好的 那在这个Script上面 一开始都会请各位 用什么样的账号密码登入 那当然这里就会让你可以比较好 直接可以用到对应它的程式码 所以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Iteration 2的这一个branch上面 我们打开这个TelSpin2的这一个方案 那接着呢 它其实它已经在这里潜藏了一些bug 那第一个bug呢 是它会去开XML档 那因为它开XML档 然后在解析XML的时候 它故意在And符号上面 应该要Encode的部分 它没有Encode 那我们要记载说 它开启在XML档出了问题 我们要知道是哪个XML档 所以我们在Intellichress的事件上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一个Intellichress 然后在这一个Intellichress 主要搜写的事件上面 我们选择这个File 那你选择File事件的时候 那它故意埋在这一个 我们在各位Lab上面 虽然没有解释 但是我还是跟各位稍微讲一下 它埋在这 bug是什么意思 它故意在这一个 About Us的这一个网页上面 那在这一个网页内容的时候 它故意的 在这边用了一个Eddie Rotator 那这个Eddie Rotator的这个Control 它用了一份XML档 那在XML档里面 故意And符号 应该要做Encode 所以我们再次不要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个可能的bug 所以在我们在Debug的时候 其实你的Visual Studio 自动的产生了一个 临时的这个Web的 Website的应用程式 那这一个在Intellichress 它会自动帮你搬领到 这一个Dunner Run的 这一个应用程式里面 然后帮你去收集 这上面所触发的各种事件 所以在这边 等一下它叫出这个网页之后 在首页上 我们就直接点选这个About Us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这里它丢出了 这一个相关的Exception 那这丢出在Exception的时候 其实这里 你可以想念 就如同我们一般写程式 我们都写了很多Track Cache 来避免这些错误 丢到前端 所以这里头的错误 其实表现的是蛮Friendly 可是这对我们的bug 就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一层一层地 把Exception拦掉了 然后错误讯息 又都用自定网页 把它取代掉了 所以导致这个结果 我们在实际上 你要回到这边 来找这个错误的时候 现在我们就利用 Intetrics已经录下来的 各种事件 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来直接看到说 我们这里其实 一些相关的Exception之外 我们这里 主要是它在 载入档案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一个 相关的Examl的Exception 那在ExamlException 在检视的时候呢 其实你看它是在 直行横列嘛 所以第十列 第49行的位置 出了问题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有Examl的Exception 但事实上我们 比较想要知道是 那它是在哪一个 Examl档 出了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你发生这一个 我们故意刚刚要录 File的事件 就是这样 它可以把这个答案 就直接秀给你看 那你直接在看 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的确我们就在 比如说 第十列 然后呢 我们第49行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 红色圈符号 你可以看到 的确它的End 没有去做 对应该做的Encode 所以在各位的 Lab练习他们 他就说 那你就把这个End B等于直接砍掉 当然你也可以说 那我今天其实 既然是Encode 那我就自己 把这个Encode写好 所以那在这里 你就可以在 重新存档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入 再来看一次 这个Debug的动作 所以在这边 再重新judge 这个网页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看一次 Abox 那就可以来看到 刚刚的这一个 我们的Eddie Rotator 这个Control 在Abox上面 它就可以正常了 所以就不会有 刚刚这一个 XML解析 Error 然后被整个Exception 被拦掉的一个状况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 一样 再稍微等一下 然后在这个网页上面 重新回到 点选刚刚的Abox的动作 那当然我们在 在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再做 在Intetrius在录的时候 预设 没有帮我们去做 这一个 CodeStack的追踪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 做这个比较深入的 一个内容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我们刚刚直接 在Eddie Rotator 然后你可以看 我们下面刚刚给的 这个位置 然后说 重新 XML 可以正常的Parsing OK 那接下来 我们再做另外一个 比较深入的 一个Debug 那在这一部分 因为在Intetrius在录制的时候 其实它对 被Debug的程式 其实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录的事件越多 当你被Debug的程式 它要在走这些 过程的内容的时候 它通通都要去丢出来 这些事件 会有效率上的 损伤之外呢 你录到一大堆事件 跟你整个程式 你想要看的内容 其实没有什么 相关性的时候 其实 这也会造成 你真的在 在实作 在Debug的时候 找不到目标 所以这种不相干的时间 我们可以把它停掉 那另外一个是 预设它不会来 帮你追踪 比如说你A函数 扣B函数 B函数 扣C函数 C函数 扣D函数 这些在呼叫的时候 的参数传递 以及 它的这个呼叫堆底 它预设没有帮你 把这个CodeStack 相关的内容 收取下来 那你要额外开启 那我们现在这个 稍微复杂一点 Dbug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一个故事一样 它是帮你把 在我们刚刚的Telspin 这一个卖模型飞机的 这一个网站 它故意把购物车 是写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一个购物车 它在同款的 这一个产品 在重复买两次的时候 它购物车的数值 没有增加 那所以你要去追踪到说 那这个加入购物车的 这个动作 那到底是哪里 哪里漏写了 为什么这个该 调整加入购物车的数据 为什么没有正确的设定 OK 所以那我们在 我们在它的首页上面 我们就一刚开始 就来点选到我们要的产品 然后加入购物车 然后呢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它的在 相当产品在购物车内的数量 然后我们在中段 回去看 它的这个函数 呼叫堆叠 然后利用这事件发生的过程 我们来trace这个前后程式的走向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直接 看这个plan 然后我们把它加入到购物车 所以这数量有1 然后呢 我们再回来 我们再加入到购物车 那现在问题是 这两次都是1 所以那这里面你就可以 把它中断掉 照理我们加两次 应该第二次会看到是2 所以那在这里 你可以先去过滤一下 因为你如果是自己写这个MVC的程式的时候 你知道说它其实它是 直接靠POST的事件回来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POST的事件 其实第一次加入 第二次加入 那这加入的时候 那它会触发 我们在后面navigation的动作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说 那我们在这回到这个POST的 这一个位置 这个程式码出来 那已经在这边 你在检视的时候 我们在需要 需要来做这些资料的 处理上面的时候 其实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COSTAC 是为什么扣到这一行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从上方 可以往下看说 我们今天哪些事件 然后扣到这一行 那这里 假设对于这个程式设计 很熟的话 它是从这个POST的 Request 这一个函数往下走 当你先doubleclick 这一个COSTAC的时候 在上方 就是怎么样去扣到它 然后它在里面 怎么走商业逻辑 在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说 它在里面 其实在走这些 相关商业逻辑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的 在这边点选 那到底它走的各项 商业逻辑里面 当做程式是怎么写的 所以那假设我们在 在这里面 我们从这个 Process Request 我们再来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直接 假设我们这里 我们先回到 原来刚刚的这一个POST 然后再执行这段程式 我们去看它的COSTAC 你可以点这一个 也可以点这一个内容 那在COSTAC上面的时候 假设我们在 我们现在来看到说 我们有发生这一个 Request进来 所以我们在 Process Request 所以刚刚切到 上方是怎么呼叫到它 那在下方呢 是它这一个函数里面 总共扣了哪些的内容 所以那我们再 那我们再 我们看到说 这一个Controller 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那 重新回到上 上一个你的呼叫 我们现在想要找到的是 它怎么样去加入它的资料 所以我们在 这里我们要加入一个Add 我们要加入这个产品 所以在这里你一点的时候 这上方就是 从这个函数 扣到这个函数的内容 那这一个以下 这个函数本身呢 你可以看它往下走 其实就是 这一个函数 它里面的商业逻辑 所以在这边执行进来的时候 那这商业逻辑在进来下面 你可以看到它 其实所带的参数 所以这里如果要扣到 这一个SKO 这一头AddItem的 这相关内容上面 它要带进来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从下方去看 它的这一个参数 带进来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这里面开始往下走 这个你可以用 这一个NavigationBar 在这边Run 那所以这个继续再往下走的时候 其实就像这样 一行一行的往下走下来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AddItem 它的这个函数 要把产品加到 这一个购物车的时候呢 它的商业逻辑 竟然一直往下走 所以走到这个AddItem 这一项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说 它实际上 又走进这一个Method 就是从上方扣 扣到这里 这里里面的商业逻辑 一直往下走 扣到这 那扣到这的时候 你如果再持续 要再进去往下看的话 那我们可以直接再来进到再下一层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这一个 回到这一个内容 我们希望看到说 它现在继续实际上真的在AddItem进来 我们再加上AddItem 它实际上扣到这一个Method 那这个Method再往下走的时候 又扣到这个AddItem的这个Method 所以我们在这里 直接要加入这一个Product进来 然后我们再 实际上在走到这一个AddItem 再走进来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真正有加入产品 是哪一项产品 然后它加入数量多少 所以你实际上在这边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它今天是要加入这一个产品的内容 所以然后这一个Product 然后现在它要的是哪一项Product内容 所以大家继续再往下走的时候 那如果它现在已经先找到这个Product 然后它希望说这个真正去调说 这一个商品 然后它现在该有的内容 所以在这Product上面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 它现在希望在 这个商品Quantity 其实已经有1了 但是你如果说你今天 直接再切到上面 上方这边来看的时候 在这个Method走进来的时候 这个是要再加1的 也就是它今天在第二次呼叫的时候 它再把它调整说 我的数量要再加一笔资料进来 而这个产品在整个购物车上面 它当下的数量已经是1了 所以它像Adjust 其实这边漏血了 就是它在购物车里面 这个产品已经有1个 但是我现在要再加1 所以这边其实要再加上说 既有的数量 这个Product在购物车里面 既有的数量 再加上新增的数量 所以它这边是故意在那边 买了一个bug 所以在假设你今天走到这边 你就发现说 那我现在既有数量已经是 这边产品 既有数量已经是1了 那我既然要再加上1的一个内容 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是 这个New Quantity 那应该是 不是既有Quantity的这一个数量的1 而是还要再加上新增再买的那个数量 那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当然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直接 再加上我们刚刚 其实我们要的这一个Quantity 就是我们既有购物车已经有多少了 然后新的再多少进来 OK 那当然这里 其实这个商业逻辑根本不重要了 我们真正的重点是在 你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在 Navigation 我们在浏览这个呼叫堆叠 那我们就从一个函数里面进到另外一个函数 而刚刚呼叫堆叠上方的就是 我们可以把整个呼叫堆叠的视窗 你可以看到 在上方的就是在 一个呼叫一个 A 扣 B 扣 C 扣 D 那在下方 D 这里面实际上它一行一行是怎么走的 所以那你就可以 在这某一行上面 你会看到说 这里面其实D 里面又走了五行 五行里面其实又扣到了 E 扣到了 F 那你可以再点的话 你就可以再进到 E 再进到 F 那你也可以利用左方的这个 Navigation Bar 去来Trace这个过程 以及进来的时候 其实各呼叫的时候参数 它所设的参数值你也都可以看到 所以那在这一个 这样子 Navigation 的过程中 那最后我们就找到了刚刚的这个错误 所以那这里 当然你也可以再来试一下说 那我最后这一个修正的错误之后 是不是我再重新加的时候 它的数量 就会在购物车上面 每一种商品加多少数量 就可以直接再加上去 所以那当然你就可以 再直接再进来 然后再来看 那重点是在这一个 Navigation 的 就在这个浏览呼叫堆叠的这个过程 那你可以完整的来走一遍 OK 那我们这一个整个练习就 Lab 就到这边 不过我想我们还是把最后这个网页等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来 最后点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一个商品 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 你如果重复再点两次的时候 那你可以直接的 来加到这购物车 然后 所以我们这重复再加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数量会增加 OK 那我们的这整个Lab 就介绍到这边了 那谢谢各位